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猴哥财经 今天是7月11日星期一 今日美国股市整体收跌道琼斯指数下跌百分之0.52 标普500下跌1.15纳斯达克下跌2.26 本周第二季度财报季正式开始 投资者密切关注摩根大通 花旗等大型银行的财报 另外市场也正在关注全球新冠疫情的新趋势 尤其是中国方面的疫情 澳门地区因为新冠病例激增 宣布赌场自7月11日关闭一周 所以很多投资者再次开始担心中国新一轮的疫情是否会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情况 最近美国股市尤其是上周出现了一些稳定的迹象 很多人包括一些建股人又开始讨论抄底加仓的话题 当然大家肯定都希望美股可以一路反弹 但梦想和现实总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们还是要理智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您最近也正在考虑抄底 那不妨看完今天的视频再做出决定 今天我们还是老样子看一看历史上真实的数据 当然历史不一定能够精准的预测未来 但从概率的角度可以给我们指出一些方向 毕竟如果我们要把真金白银放到股市中 都希望追求的是大概率事件 而不是拿身家性命去赌一些小概率事件 所以看完了真实的数据 然后再考虑是否抄底也不晚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 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无脑抄底的绝佳时机 首先我们要了解投资者的心理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抄底在最低点 今日买入 然后明天开始就一路反弹 但事实上这是肯定不可能的 没有人能够精准的预测绝对的低点 理论上大家都理解这个道理 最安全的方法肯定是等到确定正式反弹开始后再买入 那既然道理大家都懂 但为什么实际操作时竟然会出现揭飞刀的情况呢 其实就是担心会错过反弹 担心已经开始反弹了 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尤其是在经历2020年那次迅速的反弹后 给散户们造成了一种股市都会迅速走出熊市的错觉 在上一期视频中 我们通过观察历史就已经发现 在熊市中平均标普500指数会下跌36.7 并且平均持续17个月 所以至少从历史的规律来说 我们现在真的不用急于抄底 另外美联储近些年放水的操作也导致散户们有了股市会不断上涨的错觉 加剧了这种在每一次回调时就担心慢一步了就赶不上反弹的错觉 在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美联储历年来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标普500的走势有着明显的重合 甚至对于很多近两年才进入股市的新股民来说 很多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股市整体下跌 我手中的股票也会跟着跌 难道是我选错了股票 其实在熊市中 我们手中股票亏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因为没有经历过熊市的周期 很多人并不理解 而且更不要说做任何风险的管理 在过去两年中把所有资金堵在一直高风险股票中的教训 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这完全是因为只经历过牛市所制的 而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美联储的救市行为 尤其是在特朗普在任期间 让很多人觉得美联储一定会在熊市中站出来拯救股市 而在一个人免受风险后果的情况下 自然就缺乏了防范风险的动力 美联储长期以来的救市行为为承担超高风险的投资决策 提供了不正当的激励 包括那些投机性的上市企业spac和公司各种各样的加密货币 投资者都曾坚定的认为美联储会有效的保护他们免受风险后果的影响 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的确如此 各类高风险的投资在很短的时间内提供了超高的回报 但关键的问题就在于 只有部分投资者清楚的知道 这种现象肯定是无法持续的 泡沫必定会破裂 所以只用小额投资赚个块钱速速离开 但还有一小部分投资者真的会相信那些为了推动泡沫而编制出来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我们看加密货币 其实可以信赖的有强大技术支撑的货币只有那么几种而已 之前市面上却出现了大量完全没有听过的信用度极低的加密货币 其实很多都可以被理解为庞氏骗局 但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坚信这些小币种拥有价值 当然市场中总有一些揣着明白装糊涂 故意炒币赚钱的机构或者意见领袖 但如果真糊涂 那最后就要被割韭菜了 所以一直以来投资者会认为美联储将救助任何市场的下跌 因此担心错过反弹的心态 也就压倒了止损离开的担忧 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市场中所看到的情况 在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标普500指数下跌超过20%以来 目前投资者的确是非常的担心 图中的黑色线显示了净看涨情绪 目前处于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 对比历史来看 当下的投资者已经是非常的害怕和谨慎 那通常在投资者害怕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清仓离场 但奇怪的是 这个现象目前并没有发生 根据AAII 也就是美国散户投资者协会的数据统计 目前散户们对股票配置依然处在较高的水平 甚至和去年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下滑 而对风险较低的债券和现金配置仍然很低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虽然投资者很明显都已经非常担心和害怕了 但因为担心错过反弹 仍然不愿意抛售止损手中的股票 很多人会猜想 那是不是因为现在投资者都已经躺平了 对于部分投资者的确是如此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在之前的每一次熊市中 大部分的投资者都会在下跌时纷纷套现 导致股票的配置下降 当然另外一种解释是现在的投资者比以前变得更加聪明 不再会轻易出现恐慌性抛售 但鉴于Robinhood这类零门槛零手续费交易平台的普及 现在的散户相比以前肯定是更加年轻冲动 拥有较少的专业知识 所以他们之所以现在还没有选择抛售 大概率是因为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原因 也就是担心会错过反弹 尤其是在经历了2020年那次反弹以后 而且现在如果美联储突然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 停止收紧货币政策 那投资者更害怕会错过底部 错过反弹 尤其是经历了近几年逢低买入的经验 投资者正在等待美联储再次出来救世 然而如果美国的经济衰退来临 那问题将是投资者从情绪上来说 还能够承受多大幅度的回调 会不会引起新一轮的恐慌型抛售 那如果我们回归股票的基本面 我们都知道从理论上来说 个股的股价等于市盈率乘以每股收益 所以股票价格的波动完全取决于市盈率的波动 以及每股收益的波动 那从市场整体的角度来看 熊市会导致所有个股市盈率的收缩 那经济衰退会导致每股收益的减少 从过去几个季度来看 虽然部分企业每股收益出现了下滑 但大部分公司的财报还是相对健康的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明 本次股市整体的回调 大部分是由市盈率的收缩 也就是整体估值的下降所导致的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数据也说明 股票长期的表现和市盈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大部分时候市盈率也就是估值 是左右股市波动的主要因素 而这也是过去这一年以来 我们所看到的导致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 图中的数据告诉我们 现在虽然市盈率在2022年有所下降 但远期收益预测 也就是每股收益的未来预测并未下降 而且截止2023年年底的盈利预期在6月份还有所增加 并且仍高于长期的趋势 在图中最右侧我们可以看到 6月的时候 市场普遍预计 标普500指数2023年年底的每股收益为232美元 到了7月份反而增加至234美元 不仅如此 尽管经济衰退的风险越来越大 华尔街现在仍在预计到2024年年底 收益会持续增长 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 因为如果迎来经济衰退 那收益必定会出现负增长 这不得不让人怀疑 华尔街的这些分析师们究竟是过于乐观了 还只是都不愿意率先做出与市场共识不同的预测 避免去承担责任 然而历史上的数据清楚地告诉我们 收益预期无法在经济衰退中幸存 因为各大公司 美国经济整体的收益是来自于真实的经济活动 这不是讲讲故事就可以的 所以如果经济衰退来临 必定会导致收益大幅下滑 那鉴于现在投资者对长期收益的预期仍处在长期增长通道的顶部 如果跌破趋势线 那当然不会意外 就像我们在之前多次金融衰退或危机中所看到的 每一次都跌至了橙色的趋势线以下 在前四次的经济衰退和随后的熊市中 这期间投资者对美股收益的预期下调范围通常在负的6%到负的18%之间 中位数为负的10% 在走出衰退后 分析师开始重新上调美股收益的预期 所以这是抄底时机一个有效的指标 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分析师还没有开始下调美股收益的预期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所讨论的股价是由市盈率乘以美股收益得来的 现在我们看到价格的下滑 主要是由市盈率收缩而导致的 美股收益目前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知道 如果经济衰退来临 美股收益必定会下滑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美国经济真的进入衰退 那美股收益的预期必定会被下调 而刚才的数据告诉我们 这个范围是6%到18之间 中位数是10% 那股价也会因为美股收益的下降出现类似幅度的下滑 这前提还是市盈率不会出现进一步的收缩 那关于标普500的底在哪里 我们可以根据美股收益的预期去做一些判断 刚才我们说过 各股的股价等于市盈率乘以美股收益 那指数也是如此 标普500指数的价格等于它的市盈率乘以所有成分股的平均美股收益 那如果美国经济出现衰退 那有可能出现两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投资者开始pricing一个温和的经济衰退 那在这个情况中 标普500指数的底部大概是在3400点的位置 也就是大概新冠前的位置 在这个情况下 标普500的市盈率为18倍 每股收益为188美元 比目前每股收益222美元要低15%左右 虽然在经济衰退中 每股收益通常会下降25% 但这个情况 我们就是pricing一个相对温和的经济衰退 而另一种情况是投资者开始pricing一个极端的经济衰退 那这种情况中底部在3000点的位置 而这是根据标普500指数的每股收益下降25% 也就是历史的平均值 那每股收益为165美元 然后乘以18倍的市盈率 也就是3000点的位置 目前有很多投资者从未见识过真正的熊市 他们所有的投资经验都包括美联储持续的干预或者救市 那尽管最近股价下跌 他们并没有清仓股票 完全是因为担心美股下一轮反弹 那不仅是散户 现在华尔街很多机构们也同样害怕错过反弹 因为他们希望美联储能够再次站出来救市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但不幸的是 历史数据告诉我们 美联储每一次类似幅度的收紧政策 通常都会导致经济硬着陆 所以目前美股整体的风险还是相对较高的 而这种情况发生时 必定会伴随美股收益的迅速下调 从而导致股市进一步陷入熊市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如果美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进入经济衰退 那从理论的角度来说 美股必定还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而现在能否抄底的问题完全取悦于 大家是否认为美国经济会进入衰退 如果进入衰退会进一步下跌 如果不会进入衰退 那有望在下半年就迅速出现反弹 我个人是倾向于有比较大的概率在下半年或者年初进入所谓的经济衰退 因为美联储不会因为衰退就停止收紧货币政策 打压通货膨胀的决心 而这对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在我看来 在美联储目前政策的环境下 美国经济衰退是在所难免了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您认为美国经济是否会进入衰退 美国股市是否还有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